最近在我家里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小朋友们你们想知道吗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屋子里的东西怎么会自己动 摄像机居然什么也没拍到 太恐怖了 难道我的房间里真的有隐形人 大宝发生什么事了 凯琳阿姨我的房间里有隐形人 隐形人 是的 大宝的房间每天都会莫名其妙的变乱 而且我们有摄像机什么也没拍到 屋子里的东西会自己动 我们怀疑大宝房间里住了隐形人 童话王国是没有隐形人的 别再兴 让我用魔镜看看 原来是这样 到底是谁在我的房间里啊 凯琳阿姨 你们去找小精灵 小精灵能解决大宝房间的谜团 小精灵 希望小精灵能把神秘人找出来 小精灵 你快看看我的房间到底怎么了 原来是这样 精灵魔法 进行吧 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也是精灵 大宝房间里有精灵 就是他弄乱了我的房间 这是弟弟小精灵 他一直生活在大宝家的花园地下 也可以叫他家养小精灵 我家也有家养小精灵吗 这可不一定 他好小 好可爱啊 那弟弟小精灵为什么总是弄乱我的房间呢 弟弟小精灵说 大宝拿了他的水晶石 我没拿别人的东西啊 大宝 你怎么能拿这么可爱的小精灵的东西呢 对啊 大宝 你快把水晶石还给弟弟小精灵啊 对啊大宝 你快把水晶石还给弟弟小精灵啊 我没见过什么水晶石啊 啊啊 我想起来了 是不是这个 是这个水晶石 弟弟小精灵拿到水晶石就回地下了 大宝 果然是你拿了 不是的 你们听我说 我前几天在花园里捡到了这个石头 觉得很漂亮就收藏了起来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弟弟小精灵的 所以大宝房间变乱是因为弟弟小精灵在找自己的水晶石 你才终于揭开了 原来是我不小心拿了弟弟精灵的水晶石 小朋友们 捡到东西一定要还给施主 不要像我一样哦 Yeah 我们的布袋 亚洁 叫